中国有句话叫世外桃源 这可是一个典故 桃源怎么偏偏在世外呀 这就跟东晋时期一位大文学家 桃渊明 他的那个名片桃花元记 有着关联 在南北朝时期 晋宋时代 正当文坛上盛行着 雕竹齐厉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位 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诗人 这位就是桃渊明 桃渊明在他身后 留下了一百二十多首诗 这些诗大多在描写田园的悠闲生活 所以后人称之为田园诗人 桃渊明字叫原亮 号叫五柳先生 他晚年改名为钱 所以人们叫他桃前桃渊明 哪的人呢 寻阳郡柴桑仙 在今天江西九江那一带 他可是显赫一时的东晋明氏 祖上有能人 祖上能人是哪位啊 就是东晋的那位大司马 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 陶侃 论着辈分 他是陶侃的曾孙 陶侃 您要听过前面的书 您能记得 就是那运辟翁 搬砖那位 在东晋初年 帮着除去王敦叛乱的那位 大将军 从陶侃到陶元明 这是一脉相承啊 陶元明算是名人之后 他的祖父叫陶茂 父亲叫陶义 也都做过太守 一直当官 不过感到他这一辈啊 这个日子不大好过 他八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因为父亲早去 家道 由此而中落 但是陶元明 从小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 小的时候 曾经有过梦想 生风乱世 他梦想着建功立业 有一番雄心壮志 二十九岁的时候 出世为官 做江州的祭酒 就主抓教育工作 可是 这活没干多张时间 他就有一种感慨 他认为 事与我相为啊 现实跟我的理想 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不干了 辞官不做 回归田园 这是他二十九岁的时候 又过了十来年 到他四十岁的时候 又一次 出来做官了 这一次做的是 北府名将 刘裕 刘继奴的 镇军参军 不过 这陶元明 毕竟 他不是名利场中的人 按说跟着刘继奴 这算是 名人的幕僚啊 但是一看这官场中 勾心斗角 老儿语我诈 今儿你杀我名 我杀他 争权夺利 好些想往上钻营的人 是产上而交下 这种种现象 怎么这么丑陋啊 他看不惯 这帮人跟我 这就是两路人啊 从行为到性格 是格格不入 当这官 干这活 实在没劲 回家呀 他又不干了 说得好听 归隐了 好好过农家日子吧 但是 这个生活 太凄苦了 饥寒交迫 为了家中老少 他不做官不行啊 公元405年 为生活所迫 他又出来当官 这会儿做的是 彭泽县令 就是现在 九江东 彭泽西南这一带 虽然又当官了 内心的矛盾 可比以前大多了 有一次 郡里派来一个都游 作为巡查 都游 您听三国演义的时候 张飞不是边打都游吗 实际历史上 是刘备打的都游 甭管谁打的吧 这都游 可不是什么好菜式 都游 一般都代表的上风 最起码是郡守 甚或是朝廷 作为他们 是来代表的这些高官 到地方来巡查的 寻思舞弊 贪赃忘法 都跟这帮都游有关联 这一次 他这郡县也来了都游了 路过他的县衙 首先那县力就告诉他 县太爷 您得穿戴掌旗 认真真的去迎接迎接 陶渊明最看不惯这帮都游 他们能干了什么好事 我去迎他 我陶游明 岂可谓 无斗米 而折腰啊 这句话 可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 表明的是一种 人格的高贵 人性自尊 所特有的气节 说明了一个人 怎么能为 无斗米这点俸禄 向权贵 去卑躬屈膝 去谄媚 讨好啊 陶渊明 既然说着这话了 那都游能说得好吗 陶渊明也想好了 这次当官当得最窝心 我呀 还得回家种地 三次出事为官 就这一次 这彭泽县县令 他当的时间最短 前后 也叫八十来天吧 打这起 再也不出来当官 陶渊明 回到家之后 心潮澎湃 想想自己大半生 初入官场 有感而发 写下了那名篇 归去来词 描写他回家后的那一份 喜悦心情 他说过去出事 那是心为行义 内心 内心被现实 所趋异啊 心智 为形体 所意识 为了生活 所迫 他违反了本愿 而现在 辞官回来 才觉得 今是 而作非 现在是对的 昨天全做错了 言外之意 过去当官 那走了弯路了 今天归隐 才是正路啊 既然家里面 老小等了吃 那他自己 就得参加劳动 得接近劳动人民 这一接近劳苦大众 倒从生活中 汲取了很多 丰富的养分 使得陶渊明 自己的作品 有了真实的情感 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您就像他 在归原田居中写的 说少无事俗韵 杏本爱秋山 勿落陈网中 一去十三年 寄鸟练旧林 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寄 守着归原田 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鱼柳阴厚颜 桃李罗塘前 就在樊龙里 富得反自然 他在这篇作品里 描写的农村的田园景物 是那么样的美好 他把仕途称之为陈王 称之为樊龙 流露出不愿与 当时的黑暗现实 腐败官场 同流合乌的心态 桃园明的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桃花圆巾 那可是一篇极其优美的散门 很多朋友都知道 讲的是一个虚幻的故事 说是东晋太原年间 有一个打鱼人 乘着船沿着溪流前进 转来转去 迷路了 发现前面有一片桃花蜜林 这真真香气 就是由这儿飘来的吗 这打鱼人很奇怪 停船上岸前往查看 一看呢 这桃林那边 正是这溪流的源头 哦 感情这还有一座小山呢 山边有一个小洞 洞口隐隐约约 有光线 鱼人就顺着这光线往里走 越走这道越窄 越走越艰难 本来他不想往前走了 他可是好奇啊 倒看看这人能不能过去 那边是什么景象 坚持又走了一段 顿觉的眼前是开阔明亮 只见 洞的这一面 土地平坦 房屋整齐 风景秀美 有很多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他们这衣着与穿戴 跟这打鱼人自己一对比啊 大不相同 看着这有点奇装一服的感觉 不过看着他们的笑容 其乐融融 是安事自得呀 这地人活得这么松心呢 这捕鱼人还纳闷呢 你们知道外边什么样吗 妻离子散 加败人亡 有的是 道上全是死尸 要不就是饿嫖 不是饿死就打死的 这儿 怎么这么幸福啊 这些人看见来了捕鱼人 也很好奇 你打哪来的 捕鱼人回头指指 就在那洞里边 我钻出来的 哦 来来来 坐这聊聊吧 当地的头人 把他请到家中 大概算村长吧 好些人都奔这村长家里 这村长热情好客 大排酒宴 山城海味吗 那倒没有 都是一些农家饭菜 不过这鱼人很喜欢吃 还真饿了 这院子里边都坐不开了 呼呼噜噜来的好些人 都要看看 远路而来的外地客人 互问有无啊 傻鸡的 烫酒的 炖菜的 聊天的 鱼人受到了热情接待 跟这些人在谈话之中 他知道 这些人的仙人 都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 哪个秦呢 鱼人纳闷 现在外边 就有个秦国 不是那秦国 躲避那秦政皇那秦 哇 这么一倒可有好几百年了 那你们是躲到这儿多久了 反正 无知秦汉 其之未尽呢 现在外边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世世代代 就在这儿 繁衍生息 我们也没出去过 也没找到出去的路 呦 鱼人就把自己在外面 所知所见 都跟他们讲了 一呆啊 呆了好些日子 怎么不走呢 人家不让走啊 张家请完 李家请了 李家请完了 王家请 挨个转 几乎把这村里的大伙 人家都转遍了 鱼人说 我是得走 下回我再回来呗 家里还等我信 不知死活呢 这些人通行达理 又村中老少 在村长的带领下 又把他送到 那山洞边上 那你经常回来啊 我们还热情招待你呢 多谢多谢 这大鱼的 回去了 他顺着洞往外走 在回来的路上 大鱼人很心细 因为这是迷路 到了这儿的 正因如此 他要多做一些标志啊 哪拐弯 哪块有什么景象 他都留一些标记 赶等到 回到家 他不是武陵人吗 就奔了武陵郡了 去拜见武陵郡的太守 武陵郡太守心想 一打鱼人找我有什么事啊 见着西洋井了 那你还没这词 反正就看见新鲜事了吧 怎么怎么回事 碰见什么样一群人 他们打秦始皇那年就跑出来了 就在那桃华园里住着呢 是吗 太守也很感兴趣 过去的文人都讲究游山逛水 我也经常在武陵这一带转悠 我怎么就没碰上啊 走吧 咱们能找着吗 我留了标记了 走吧 这大鱼人带路 晚回去去找 好嘛 再找 那标记都没了 什么水啊 哪个山呢 什么桃林呢 全然不见 打这起 谁也再不知道 这桃花园 究竟在何处了 当然 这是桃园明 编的这么一个故事 用美丽的散文 把它记述出来 今天看来 这描写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他跟现实社会中 尔虞我诈勾勋斗脚 争名夺利 动荡不安 这都有着鲜明的对比 诗人对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 实际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心境 那就是对现实社会强烈的不满呢 桃园明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从他的作品中 我们能解读他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 他在著名的诗篇《银酒》中 曾经咬这么一手 说杰鲁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说我盖房子就在闹市区 但是呢 我耳朵里听不见外边 车来车往人寒马斯的轩闹 这怎么回事呢 有人就问他 问君何能耳 我的回答是心远 地字篇 朋友好奇 这么乱你愣不嫌吵 他说对了 我的心境高远 所以我住这个地方 就无所谓了 这倒是一个很朴素的辩证法 正面如此 我这生活过得才有情趣啊 说采菊东篱下 悠然泄南山啊 你看我就在那个东边那篱笔墙底下 我在那试弄那菊花 一回头 我看见山了 山中景色多美啊 山气日夕驾 飞鸟 香雨还 此时 正赶上对对飞鸟 大概是飞累了吧 一对一对 结伴而回 心中有真意 欲变 已忘言 我现在有点感悟 但是不知怎么来表达了 就是这一番对大自然的钟爱 对平民生活的领悟 给着他的诗作增添了一种亲切 真实的情感色彩 所以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诗坛上产生过两大新的诗歌品种 一个是山水诗 一个是田园诗 山水诗 是南宋 刘宋时期谢灵韵开创的 这个咱们在后本书还会讲到 而田园诗呢 就是东晋的这位陶渊明首创 谢灵韵怎么开辟的山水诗 因为他喜欢旅游啊 他很善于用清新细致的语言描写山水的景色 这陶渊明恰恰跟他相反 他平淡质朴 为人们打开的是田园民居的静谧的意境 这种浓厚的生活情趣 令人流连往返啊 这两种诗一动一径 相应成趣 为后世手开先河 要这么说来 陶渊明这日子过得应该挺幸福啊 挺舒心呢 其实苦着呢 您想他这大半生 为生活所迫 几次误入陈王 被迫走进繁荣 那要没有相当重的生活负担 他何至于违背本性 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呢 那就是家庭压力太大了 到最后自个儿 亲自都参加劳动呢 即便是这样 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您说可能是过得不错 要不怎么有心思写诗啊 五文弄墨 那得有闲情雅趣 要说书人看来 这更是陶渊明先生 自己一种对生活超脱的路途跟方法 这是一个特殊的途径 史料记载 陶渊明的儿女中 有好些都是痴呆儿 后来有人研究 说大概跟这陶渊明陶先生 大量饮酒有关 怎么那么大酒量啊 想必是生活的压力 现实的压抑 造成了他一种难以言表的苦闷 所以他要借酒交仇 有些后世的医学专家说 就这酒影响到了他的后代 这生活过得能轻松吗 那陶渊明是主力 主要劳动力是他 儿女们呢 能干活的就跟着一块干活 那好几个不能干活的 就得他供养着 哪有钱上学啊 读不起书啊 好在陶渊明自己 能教导孩子们 他对生活是乐观的 尽管这份乐观中 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他的心灵深处有苦痛 有压抑 有一种悲伤 但是他对孩子给予希望 甭管孩子智商怎么样 他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习惯 教他们读书认知 最为难能可贵的 就是对生活细节要处处留神啊 眼睁睁你一眼照顾不到 这家里边真出事啊 在下地干活 正忙的时候 听到那院里边啪嗒一声 回来一看 钢给砸了 那孩子们稍不留神 玩的时候 把那石头举起来 也不怎么给扔歪了 砸了缸了 这水怎么办 往哪积蓄啊 陶渊明也不能跟孩子们喊 这是自己的骨肉 那就得攒钱再买啊 有一次 他嘱咐自己的孩子们 尤其是那几个 比较木讷的儿女 说白了 老百姓讲话傻乎乎的 这可得盯住好了 最近 这几个孩子晚上非要看书 因为家里边蜡烛 本身就不富裕 嘱咐你们看书可以 您睡时候 一定得把这烛火吹灭了 都答应了 放心吧 爹您睡吧 陶渊明回去休息 他跟老伴刚睡着 你想白天干一天活 这觉睡得能不沉吗 昏昏睡去啊 突然就觉得鼻子 被什么东西呛一下 这提西这么一闻 呦 什么糊了呀 一睁眼 坏了 就见 他那田舍外边 是一片火光啊 耳中也听来了哭声 爹 娘 把陶渊明吓一跳 就光着脚 油打床上就蹦下来 连忙往儿女那屋跑啊 那会儿住房倒是挺宽裕 农家院 好几间房呢 感情烟就从那飘出来的 哎呦坏了 正是他那几个儿女看书那屋 这不嘱咐他们得把烛火吹灭了吗 老伴也埋怨他 你怎么不看着呢 哎 陶渊明一抖了手啊 心想 这看得了吗 已经着火 赶快救火吧 赶快快水 刚呢 刚还没买回来呢 你这多着急啊 敢等到把这几个儿女 油打屋中救出来的时候 这房子烧的也差不离了 那儿女怎么自个儿不往外跑呢 机灵的都跑出来 那几个反应迟钝的已经呛晕过去了 陶渊明跟老伴这连拉带拽连扯带背的把这几位折腾出来 这倒好 大半夜里就站在院子中 看着熊熊大火 把房屋复之一具啊 辛辛苦苦 盖起的房屋 就这样被烧了 打这儿起 陶渊明情绪是一落千诈 强打精神 振奋生活信念 继续盖房子 那地先慌着吧 勉强搭好了棚子 暂切有安居之处 在经营地里的农活 战乱时代 好容易盼得快收成了 一阵快马过来 那粮食就全完了 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痛苦的悲苦生活里 陶渊明怎能不寻求酒精的刺激 文学的宣泄 好在他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这种悲痛的情感 采用了一种升华的手段 在他的诗作中 流传了很多对劳动人民同情 对现实不满的作品 63岁那年 这位伟大的诗人 与世长词